好了,回来了 又来说说AI AI很多人都不喜欢听 但是这个可能跟网友里面有赌码的人息息相关 现在有些系统出来了 说可以用AI去分析赛码的数据 其实分析赛码数据的软件一直都有 而且是很贵的 这是现实的 这不是便宜的 但是人们有没有用这些软件赚到钱呢? 其实一直都有 跑码的软件收得很贵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要看看哪些是真的可以,哪些是不行 因为这些软件是有骗局的 现在新出来就有用人工智能去分析数据 究竟行不行呢? 这个是有人试过的 我也看到有人试过的 第一晚试一下用AI去赌码 就是这样的 结果就是他根据AI的指示出来 买了六条飞 这些叫做电脑辅助赌码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他一直都有这一件事的 那现在实际效果是怎样呢? 要先说一下 可能大家都很紧张 行不行的? 第一晚他赌钱就 就是double了他的注码 就是实际测试的人就double了注码 在第一晚就double了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其实赌码的问题就是 就算很有系统去分析数据 很有系统去做血统分析也好 那些赛职分析也好 你很有系统去做 他只是会给你一点点的优势而已 你落注的时候也要计算清楚这些数据 才有机会赢钱的 之前在香港有没有人试过 用这些方法赌码赢钱? 其实是有的 之前有些案例出过来的 有些法庭拗数的案例 就是说大家组织了一个赌码的syndicate 就是一群人扔钱去赌码 然后赢了钱就分得不坏 然后就上了法庭去告来告去 之前有试过这些事情 如果你要很精准地计算出那些注码 你就要计算出马会大户的回购 你会留意到其实有时候香港赌码是很有趣的 其实后面是有大户去赌的 这是事实来的 那一般人是不是很难赢钱? 其实一般人是不容易赢钱的 其实赌码是不容易赢钱的 有些人是可以用他有钱的优势去再让他更加有一些优势 现在那些系统有一些已经很复杂了 就算没有加AI进去也很复杂了 就像炒股那些优势那样的 他又有什么图表派 又有其他东西 他又有一些分析 在什么时候入市 什么时候出货 他是有的 赌码那些就是叫你有些可能性 你串多少条票 如何串 赔率是多少 他们全部都是用计算的方式去做的 比如你在香港赌码很多时候会看到 到最后两分钟 突然之间有些很大条的票就扔下去 那些其实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叫做Computer Assisted Wagering 就是CAW 就是用电脑去帮忙去赌码的 这个电脑帮忙去赌码 现在加上AI 会不会很厉害? 我就说 其实 那个人试过第一晚就重复了他的钱 但是到了第二晚已经不行了 第二晚就输干输正 所以 大家都要警惕一件事就是 赌码是没有必赢的 我们一定要说是没有必赢的 李ERIC就说长赌必输 那么他有方法振飞的人呢 其实他就不一定会输的 他可以计算是有数学上的优势的 他是有办法的 有些办法是做得到的 但是 当然 你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还有他里面其实也是有运气的成分的 你不是完全没有运气的成分 因为你可以 输一输一输就输到你收皮了 根本上是 现在用AI 如果人人都用AI去赌码 那究竟会怎样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有些人 他们本业是做什么呢? 本业是做其他数据分析的 他觉得赌码的数据也挺好玩的 拿来做数据分析 有些人是做的 那么 还有就是 他们可以用AI去做模擬 他们怎样可以赢得到钱呢? 就是他们的computer assisted wagering 其实有些人还会分析赔率的变动 就是他们在美国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分析赔率的变动 接着就可以找到头两只 就是有些长次 譬如他们计算的数据是有可能会爆冷的 那么他们就 头两只或者头三只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用电脑计算的人 在什么彩池那里赌的就是三重彩 就是赌三重彩是赌最多的 有没有赌二重彩 他们也有些赌二重彩 有些赌Q 其实就是这样 喏 文亮就说 如果没有人骑的马就一定没有做马 C Jojo 就是那句输钱佳因赢钱器 我也是提醒大家 你就算试一套系统 你也不要放这么大的信心 有些他叫你 我之前是给钱买一套系统来试的 我那套东西要不要蝕钱 我是蝕了钱的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做那个 《魔友齐齐法》呢? 就是那个系统我也被人骗了 他是有数据的 但是他的实际分析是否可以呢? 老实实是不可以的 现在你加上AI 当然有一个卖点 就是有一个卖点 就可以叫人去买软件 到最后就是 买软件的人 很多时候连软件的成本都收不回 这个就是悲惨的现实 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说这些 悲惨的意识就是 你也未必可以收回那些钱的 KTML就是香港也有这些收费软件 其实在澳洲 有人打电话买的 其实他... 上次... 有一年我买了那套东西就有两千多元 澳币 那就是要蚀钱的 就是... 就算跟着他的指示去赌 其实也是会输的 其实就是... 那HAPPY WONDER 澳洲赌卖在那里 是啊,他是有这些的 那... 佐特就说有钱佬 那林开场就转咖啡灯 那是会的,他们会做这些事情的 那... 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 就是要小心一点 不是说每个软件都骗人 不是 我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如果你做数学分析 接着又再加上赔率去分析 其实有没有机会赢钱呢? 有人试过是可以的 就是数学上是可以做到他们有得赢钱 那... 香港艺民就是信其他人不如信自己 其实... 赌马是很难靠自己的 就是很多时候很容易赌马的人是很懒的 就是他见到明家贴士啊,照抄吧 其实... 这些通常都是输的 就是你跟着明家贴士 偶爾赢一赢就好了 那... 汪尼尔就是两千元是澳币 是啊,是澳币 是啊 因为最初我打算做节目也... 说一下 让大家的准程度高一点 不是没有试过赢钱 这个也要说是有试过赢钱的 但是你赢了也赢不了成本的 其实是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加加仪就说马会赚不到他的钱 那么其实... 就是这么说 你不赌的话 马会当然赚不到你的钱 那么... 施祖祖就问 咖啡灯是什么呢? 咖啡灯的意思就是... 就是... 那个电算板就出了灯 又说那个赔率就下降超过50% 就是这样的 它有时候会转绿灯 有时候会转啡灯 就是那个电算机 它是... 它的赔率... 比如它有时候有绿灯的 绿灯就是那个赔率就下降了20% 咖啡灯就是那个赔率过了50% 就是... 香港赌马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不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不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 嗯... 赚斯沙就说用数据赌马 不如去赌场赌水国基老虎基 其实... 又不是的 水国基老虎基是可以赌到你变零的 它虽然说会派回八成的钱出来 或者有些地方会派回九成的钱出来 但是... 你实际的赌额 它是会不断变大的 你要知道 你拿10元去赌 分分钟到最后你赌了60元 你会输掉了 其实是 那... Maren Jones 又说 就是觉得... 有不少赌马的数据用来分析 就是Noise 导致不准 除非剔除这些数据再分析 不过还是很难的 其实... 他用AI呢 你说是否真的能帮手呢? 我就觉得不是很能帮得到 现在人家亲身的经验就是... 第一晚赢钱 第二晚就输了 你说接再例行不行 现在他是不是很适合呢? 如果再接再例的话呢 可能他又赢了钱 那... 香港艺民就说 细心点看看洞房马京 基本上一半出赛马匹 也有明家说会跑出 其实就是这样的 洞房那里基本上 他们的马京很有趣的 他们贴的那些马 你跟着它买了 它穿了的话 你九成都是输钱 你中3T也要输钱的 其实是 所以他说他又中3T那些 其实都是浪费的 不好意思啊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那这家人就说 输了都没交液 其实很多人都是输了都没交液的 到最后是 其实... 根本呢 真的不好 最好就是不要赌的 尤其是经济不好的环境之下 就是经济淡薄 生意淡薄 不如赌博 就害死了很多人的 其实是 生意淡薄 其实就应该努力一点去做 那就不是... 去搞一些... 我认为是... 根本没有办法赚到钱的东西 FanFan就说人和畜生难估的 其实赛马就有很多变数 整件事来说 为什么这么难估得出 譬如你... 其实你要中三重菜也不容易 很老实说 如果你买一条单式三重菜 你中的机会其实也是很低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都会去赌博呢? 其实就是... 因为他是计划严论 就是有些人是计划严论 他就觉得跑第一有多少比例 就是有多少百分比 有多少可能性 那么... 你说... 香港艺民就说 中三天也会输钱 就是记起很厉害的那个 就是很多人说他经常中三天 其实他如果买很多票的话 他是容易中的 但是他都串起来 你要记住 就是你串起来买 如果彩池是很小的话 你是会输钱的 那现实就是这样 那Sam Chuy就说 做球就比做马 其实... 尤其是那些... 比较偏僻的那些球赛 如果很偏僻的那些球赛 也是好的嘛 其实那些很容易就会有问题的 其实就会有问题的 那么... 李康冠就用一支灯来对赌 那么... 就是AI其实... 这件事情是否有潜力呢? 就是在赌博来说的 就是赌博啊 股市分析那些有没有潜力呢? 我再说一下 其实真的有潜力的 这不是没有潜力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我想他们用的数据训练 都是... 未够的 就是那个情况就是 就是机械学习也是... 很弱的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根本都没做到 可以... 起码都有六成 就是你起码有六、七成准 那你就有机会赢钱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 现在他们做不到六、七成的 其实就是 这个现实 那么... 加加仪就说去澳门 输了多久都会有肉痛几天 那就不要赌了 就是你会有肉痛就不要赌了 那么东莞就说 宁愿买二十元六合彩 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操作 我也要说 这家里就说六合彩也很少买 那你就会省得到钱了 其实就... 其实... 输钱加恩赢钱起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 不是说这个AI倒卖不行 但是... 它很有可能 就使得你...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例子 你第一晚就加倍了你的钱 第二晚就加住 结果你全都输了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不好的 我也要提醒大家 好了 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也没什么人听了 说到这里就... 就是... 说真的就是... 你用AI倒卖 现在有没有人去试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做的了 有些人就在自己写軟件 用AI去炒股有没有人搞? 有 我认识有朋友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拿那些AI的... 工程学习的东西 就试试能不能帮忙炒股 那些大行其实一早就在做这些东西了 其实就... 你说能不能帮到人赚钱? 其实... 有一件事是真的 我也要说的 就是理所在 就一定有人去试的 到最后行不行就两件事 如果人人都是用AI 如果后面的演算法是一样的话 很有可能再造成 87年的电脑程式卖盘 就造成股灾了 如果真的有很多人用的话 其实就很麻烦了 我的看法 Anyway 讲到这里 Kitty Mel 说很多人用AI炒股 现在是 我有些朋友他自己都在研发着 他是要做这些的 就是有些人是喜欢的 好了,算了 来到这里 今晚西埃就会试试 就是... 两个钟以上的直播 可能里面的内容是九流流吃地球一些的 你们喜欢来帮忙就帮忙 不喜欢来帮忙就算了 可能就八点钟开始 可能八点钟开始 好了 就这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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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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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